谭老爷子知道陆归星的成绩不好,可是在他看来,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的小公主只需要开心,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但他任何事都会鼓励支持陆归星。 那行,我们归星想好好学习,谭爷爷怎么会拖你后腿呢?这句打完就不打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明天效率肯定高。 谭家家主朝陆归星投去感激的眼神,陆归星临走之前,谭老爷子又拉着他叮嘱了几句。 归星啊,别着急,这学习慢慢来,别累着自己了。 嗯,我知道,谭爷爷。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陆归星和谭应才从W酒店里出来。 谭家的车开过来,谭应给陆归星拉开车门,手挡在车门上方护了下他的脑袋,酒店门口停车场这边。 一个年轻男人坐在驾驶座,举着手机对准陆归星和谭应,连拍数张照片。 夏成刚做完一份物理卷子,旁边的手机嗡嗡嗡地接连震动。 他拿起来,看见十数条新消息,全部都是图片。 夏成望着照片里举止亲密的陆归星和谭应,唇角嘲弄地勾勒下。 照片里还拍到了W酒店门口电子瓶上的时间,晚上十一点半,孤男寡女深夜从酒店里出来,还是和谭应这样男女关系混乱的浪子。 谁会相信什么事都没发生呢? 他现在完全可以确定苏泽月和陆归星的事是谭家出面,把苏家压了下去。 陆归星,你最好别再招惹招呼。 父子,就别怪我揭穿你的这些事。 陆归星回到学校,起早前赵就给周府发了一堆的消息。 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地按着,甚至不需要犹豫发什么。 学长,你睡了吗? 我们明天在高一部的教室还是在高三部的呀? 学长,你明天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当利息。 我比较笨,如果明天我学得慢的话,学长能不能不凶我呀? 最后一个表情包发出去,怕手机搁在桌上,拿着毛巾去了洗手间。 洗澡出来,他拿起手机随意地瞥了眼,原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不会有回复。 可当他看见周府对话矿里两条未读消息的时候,梅梢诧异地挑了下。 高一,我买,咖啡可送。 鲁归星唇角得意地勾起来,像一只偷星成功的小狐狸。 好地,我超乖的。 那边,原本以为他会逮着机会又说。 是不是怕给我补习的时候我会犯困,所以给我买咖啡呀? 还不承认喜欢我。 结果没有,很简单地回复。 周府手指漫不经心地轻点着桌子,漆黑深邃的毛子里,说不清是什么。 好半晌,他轻不可闻地低笑了声。 一日是个好天气,全校放假,学校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人影。 高一步,清晨的阳光落在教室外的走廊,明亮四面。 整栋教学楼没有了学生的打闹声,见得格外空的。 清脆的鸟叫声在走廊里响着回音。 鲁归星直接来到了最高层。 明城中学特地给每个年级学生设置的一整层自习室。 从电梯里出来,他随便找了个空教室,把位置发给周府。 他用湿巾擦干净两个靠窗的两个座位,看了眼手腕上的表。 七点五十五,离两人约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他支撑着脸,望着窗外,等了没一分钟,突然闻到咖啡香醇的味道。 门被不轻不动地踢开。 鲁归星转头,就看到周府单手插兜站在教室门口。 他没穿校服。 学长,你来了。 教室通白,光线明亮。 他走到他身边,把咖啡和可颂不怎么温柔地放在桌子上。 整个过程,鲁归星就那么双手捧着脸,弯着眼眸,一瞬不眨地望着他。 周府踢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升陷淡漠,直奔主题。 我看了你两次月号的成绩,全都挺差的,你想学完还是零? 鲁归星看了眼自己擦干净的旁边的座位,笑容落了下来。 他微微拦着嘴,声音温柔。 我想你坐我旁边。 周府抬眸,不偏不倚,对上他湿润干净的双眼。 红人漆黑,眼里硬满了他的影子,可怜兮兮的。 后子他不答应,他就罪丹恶极。 周府收回目光,不为所动。 坐对面方便。 哦。 学文学理。 都可以,反正都很差。 鲁归星垂着脑袋,手指一下一下抠着咖啡纸杯。 周府默了默,说。 自己选。 选文学理,是高中生最重要的选择。 鲁归星对自己的前途完全不在意,随意的。 那就和学长一样吧。 几句话下来,女生浑身写满了我不开心的情绪。 周府瞥了眼他旁边的位置,然后目光回到他身上。 看着他这一副,一件事没让他高兴,就耍小脾气的祖宗模样。 他唇角动了刀,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就作伴。 微起的身子也落回椅子。 今天上午想跟你补习数学,把你的课本,学习资料,还有笔记本草稿纸都拿出来。 哦。 周府翻开鲁归星数学必修一的课本,第一页就是一个占据整面的动漫人物。 人物线条格外流长,没有一丝一毫的躲鱼和雷震,几乎是一气呵成。 动漫人物被他用一根简简单单的中性笔画得栩栩如生。 周府掀了掀眼皮,看着他,修成的手指敲了敲课本。 你上课就干这个? 我听不懂,上课又睡不着的时候,总要找人事情做。 你还挺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 本来就是呀,学习不会就是不会,会就是会。 周府没再和他纠结这些,拿起笔,给他在课本上圈出一些重要名词和公理定理。 同时翻开他的那些学习资料和他买的习题册子,勾了一些典型题目。 他随口问, 那你会什么? 不会做题,会追你。 陆归心唇角勾起来,直着脸,不急不缓地轻轻出声,健神灵动娇强。 陆归心啊,你能不能矜持点? 主动才有故事,你不喜欢吗? 两人进到呼吸交缠在一起,周府能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干净,清冷,像矮矮冬雪。 狠淡的香味,不靠得这么近的时候几乎闻不到,可是一次就足够让人印象深刻。 四目相对两秒,陆归心不闪不躲。 女生的目光热烈,感情明目张胆,不加掩饰。 周府忽然抬起手,掌心按着他的脑袋轻轻往低一压,让他往习题侧上看。 你看我,看题。 哦。 先把这一题做了。 好的。 陆归心听话的不行,拿起笔,读了遍题目,就开始在草稿纸上演算。 周府望着他握着笔,白嫩柔软的手, 谋底微闪了闪,出神一秒。 他低谋从自己包中取出昨晚给他出的几分卷子。 陆归心做前面三道选择题,挺顺利的选对了答案。 第四道题,算出来的结果,四个选项中一个都没有。 他突然摇了摇笔根上的头子,两个头子的点数加起来是七。 周府就看着陆归心在括号里选了个C。 你在干什么? 我算不出来就摇头子,两个头子数字加起来是一二三就选A,四五六就选B。 瞬间,周府眉心皱得更深,盯着笔头上的两个小头子。 你这笔就这作用? 陆归心小心翼翼地点头,一双眼微微睁大,无辜地看着他。 别做了,我跟你讲。 好嘞,他直接在习题册上开始写步骤。 看着,一支二四寒书。 陆归心稍微侧了侧身,歪着脖子,往他的笔巾上瞅。 男生笔锋有力,自己囚禁有气势,野性四溢。 笔子的声音不紧不慢,讲解清晰易懂,逻辑分明。 陆归心一直附和着他,一会儿惊,一会儿叹。 原来是这样做的,学长你好厉害呀。 哇,好厉害,好厉害。 不会夸人就闭嘴,安静点。 夸你好厉害,还不算夸你吗? 周府眉理他,讲完一个类型题,又给他举一反三, 讲了其他的考点和概念,然后偏谋看他。 会了吗? 嗯,差不多了吧。 周府把自己出的卷子摆到他面前,下巴一抬。 做第五道选择题。 周府卷子的第五道选择题和陆归心做错的题差不多。 陆归心拿着笔在草稿纸上演算,周府看着, 凝凝巴巴的解题步骤, 好在最后误打误撞,算出了正确答案。 周府大概摸清楚了他的水平, 后面的几道题直接给他开始讲解, 没让他再做。 讲了三道题,陆归心突然开口,声音娇软。 学长,我脖子疼。 周府顿了下,抬眸。 两人坐对面,都要侧着身体才能够看一份卷子。 讲一道题还好,时间长了,坐姿确实拧得难受。 他就那么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揉揉自己的脖子,委屈道。 真的难受。 周府注视着他的眼睛, 几秒后,妥协式的起身, 踢开椅子,绕到他旁边坐下。 淡淡的薄荷冷箱靠近。 满意了? 满意什么呀? 没什么。 周府瞥了眼他,目光就移到卷子上。 他偏眸,偷偷看了眼他的腰线的位置。 手指拳了拳,像是想做什么。 再看我坐对面去了,脖子疼着吧。 哼,别人抱就行,我看一眼都不行。 周府目光落在他低垂的长截上,乌黑似鸭语, 他眉稍微挑了下。 陆桂兴,你以什么身份说这句话? 你未来女朋友的身份,不行吗? 没事就行啊,做什么梦呢? 周府嘴角清澈,逼腻着他,声线漫不惊心, 一边说,一边在卷子上写着公式和考底,没梦。 你一定会让我梦想成真的。 乌龟心抬着下巴,右脚右耳, 笑起来的时候,露出整齐的牙齿, 声音缓慢又雀琴。 周府笔尖顿了顿,没否认也没承认。 他长臂从他脖子后绕到他脸前, 手捏着他的下额,迫使他的脸转正。 接着,掌心又是一压他的脑袋。 看题。 陆归心没再和他闹,专心听他讲题,乖得不行。 一张卷子做完,他都很认真的在学习。 周府不太习惯的瞥了他一眼。 到中午十二点,周府讲过的知识点, 陆归心做题几乎不会出错。 他一边整理着桌上的资料,一边说, 学长,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 学长,你向我有事情吗? 嗯,先走了。 刚转身,一脚被人拽着。 周府转过头,就听到陆归心说, 学长,你等我一下,我和你一起下楼。 不怕被人看到,论坛上又出现那些乌烟瘴气的铁丝。 周府低眸望着他白皙漂亮的脸,反问。 虽然全校大周末,但是还是有小部分人留下, 若是被人拍了照片发到论坛上,对他不好。 不怕,我才不在乎那些。 那也不行。 周府说着,兜里的手机震了起来。 他没管,思考了一秒说。 不想一个人去吃饭,我给你叫外卖,自己娶了回宿舍吃。 空荡安静的教室里,手机嗡嗡震动的声音格外明显, 似乎在催促着。 陆归心垂下脑袋。 那好吧,你去忙吧,我自己点就可以了。 我点。 周府直接挂了电话,点开外卖软件。 他想了下陆归心的口味,点了偏辣的午饭,接着又点了杯奶茶和一份果切拼盘, 然后将手机揣兜里。 到了,我给你发消息,现在教室待着。 哦。 周府看着他柔软乌黑的发顶,毛底闪过一抹笑影,转身离开。 陆归心望着他的背影出了教室,那双清末漂亮的眼里满是志在必得的强势。 半个小时后,陆归心收到周府的微信,找他去取外卖。 有吃有喝有水果,每一样都是用印花图案十分漂亮精致的纸袋装着。 这牌子陆归心认识,价格挺高的。 陆归心拎着外卖刚进寝室,手机震了一下,微信消息。 元旦会京城吗?我们去明城接你。 逢年过节,顾四的专机都会秘密抵达京城,医兴人在路远过节。 还不确定呢,小舅。 不确定? 嗯。 误会直接打了语音过来,音质低了,带着一抹很违和的耐心。 元旦不放假,你现在太高一,没有记错的话,只有高三元旦只放一天。 放的,三天假。 元旦有事情,所以不会。 嗯,不太确定。 归心还没拿下那个收服,拿下元旦一块带回京城,用不着号在明城。 秋秋,你想气死我爸直说啊。 唉,是我没用,还没拿下。 陆归心,你真得承认,这就是你跟爸说的没倒锥啊。 我这是主动,不是倒锥。 呵呵,希望你在爸妈面前嘴也能这么赢啊。 哼,那我就告诉爸爸,你一直知道我和周父的事,帮我隐瞒,你也学共犯。 我操了不信,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我不管,我不说谁也不能说。 还有,我们之前在天阙赌权的时候说好的,谁赢了谁就帮对方做一件事。 我赢了,我的要求就是,你不许告诉爸妈。 放心吧,我们说了你爸也不信。 顾四滴笑一声,语气有些玩世不公。 顾会优寒死寂的谋底深处,也闪过一丝笑意,几乎捕捉不到。 再看时,又是无波无澜似的冷。 元旦绝对回去告诉我们了。 我想了想,元旦之后没多少天就放寒假了,我元旦还是不回了。 行吧。 陆归星吃完饭,掀开床尾的那只棍,全部都是比英文字典还要后的外文专业书。 他弯腰拿了本心理学的书籍,走去书桌那边。 陆归星拉开椅子坐下,翻看着心理学外文书,他看书很快,一目十行。 再看到更深一层分析PTSD的那部分内容,却渐渐出了神。 周富现在看起来挺正常的。 应该已经彻底好了,不过他这样的成绩,早就可以让京大魄力提前录取。 为什么现在还在明城中学? 陆归星手指在书上清点着,几秒后,他拿出手机,给顾惠发了条消息。 小舅,你们查周富的时候,也没查到他为什么一直在明城中学吗? 没有。 好吧。 周富心思很深。 我信,别玩得太过,也许会伤到自己。 周富在明城中学循规蹈矩,沉默寡言。 成绩碾压各路学神学霸,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大型比赛,获奖无数。 像个机器人一样,去斩获所有的荣誉。 永远的第一,却永远不多往前走一步。 不管各大顶级高校如何向他抛出橄榄枝,他都不提前去大学。 这样的行为举止,奇怪到全国众省高中皆知,经常被老师当作传奇讲给学生听。 没有任何缺点,太不真实了。 目前看来,他唯一出阁的,就是在天阙地下赌场打黑拳。 现在多了一个例外,唯一能接近他的陆归心。 只是不知道,陆归心这个例外,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个生活调剂品,还是别的什么? 这些陆归心也看出来了,否则不会问顾惠。 陆归心望着顾惠发来的消息,勾了勾唇。 知道了,小秀。 不过,能商当我,也算他有本事。 我自己,会认在。 陆归心放下手机,把周富给他留的题写完,然后去睡了一觉。 晚上七点,陆归心看了眼时间,慢调思理地收拾东西。 七点十分,周富打来了第一个电话。 陆归心瞥了眼,扯了下嘴角,没接,半吞吞地拎着包出了寝室。 七点十二分,周富打来了第二个电话。 陆归心出了公寓楼大门,整个学校笼罩在乌青暗黑的天色下。 他背好背包,开始往高一部教学楼那边跑。 七点十五,楼里手机第三次响起。 陆归心看都没看,脚底下的速度加快。 七点十六,手机第四次响起。 陆归心跑进高一部教学楼,着急地拼命按着电梯。 电梯抵达最高层,门向两边滑开。 陆归心就看到,外面周富那张脸渐渐显露。 他握着手机,似乎仍在给他打电话。 周富看见电梯里的陆归心,急躁繁育的眉眼骤然一冷,眼尾染着寒厉,漆黑的毛子盯着他。 电梯外,男生的手机仍在拨电话的界面。 电梯内,女生的手机在兜里震。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 周富声音低呀,披头盖脸的冷冽沉宁,周身营绕着浓郁的低气呀。 陆归心跑得太急,手指还在微微发抖。 从兜里掏出来手机,就在来电显示的解密。 手机在口袋里,跑得太急,没感觉到震动。 我等了你二十分钟,无痛电话没人接,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周富唇角抿着,下河紧绷,嗓心沉沉的压着。 陆归心平时找他积极的步行,甚至故意在操场等着见他。 今晚却迟到,他胆子大,连天雀那种地方都敢去,没人敢靠近他。 而他敢追他,连周富自己都挺敬佩他一个女生的胆量。 不知道这位乖乖女还能干出什么自不量力的事来。 陆归心连忙道歉,眼睛红得像是快要哭出来,声音都带了哭腔。 对不起学长,我不小心睡过了,对不起,你不要生气。 他说话的时候还有些喘,额前沾着微微汗湿的发丝,并脚汗津津的。 周富盯着他看了五秒,缓缓吐出一口气,一直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开,身体也放松下来。 先去教室。 周富没说话,手伸到他背后取下来书包,拎在手里,一言不发地转身朝前走。 很好,又进了一大步,会担心我,会为我着急,会想到我跑过来累,帮我拎书包捡献重量。 今晚这场戏,收获很大。 到了教室。 先喝点水。 鲁贵心小心翼翼地抬起细嫩的手,接过来,一点一点地抿着喝,呼吸慢慢平复下来。 周富坐在他旁边,把他包里的化学课本和资料全都拿出来。 鲁贵心看着他鼻梁直挺的侧脸,犹豫着小声道歉。 学长,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周富没说话,沉默地翻着化学课本,隔几遍就会出现一个线条栩栩如生的动漫人员。 侧身坐着,面朝他,低着脑袋,振挫态度良好。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能不能不省气? 周富从自己包里翻出化学试卷,证然没出声。 鲁贵心看了眼他,心里有些发絮,我会玩过火了吧。 学长,你不要不理我,对不起学长,你不要生气,不要不理我。 我没生气。 真的吗? 假的。 周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耐心,侧过身看着他。 你睡过点应该不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着毛病,睡前怎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直接让我睡觉,今晚补习取消,或者觉得我发的消息是废话,回都不回。 以后,如果我睡觉,我一定多订几个闹钟,或者让田路给我打电话,把我叫醒,不会迟到了。 不用了,以后给我发,我会回你。 他的意思是,他会叫醒我吗? 鲁贵心不敢相信地看向他,漆黑明亮的眼眸一瞬不眨。 周富面不改色,敲敲桌子,声音已经温和了一心。 已经耽误了半小时,看书。 嗯,晚上十点多,周富正在给他讲离子共存的题。 鲁贵心的肚子突然叫了声,他的脸瞬间一红,手压在腹部。 周富黑眸偏了偏。 没吃晚饭? 嗯,睡醒就跑过来了,周富和尚输。 走吧。 去哪里? 吃饭。 学长是知道我饿了,所以带我去吗? 不是,我自己饿了,不去我先走了。 是,学长等我。 鲁贵心立刻把桌上的东西全部一股脑地塞进书包。 晚上,有夜色遮掩,两人不需要避嫌,却也没有挨多尽。 这个点,学校餐厅没开。 周富带着鲁贵心往学校外面走。 学长,我们去哪儿吃饭? 美食街。 这个点,还会有开门的吗? 美食街大多是为名城中学的学生服务。 这周是大周末,开门的本就不多,现在这么晚了,就更少了。 周富言简意该一个字。 有。 美食街这边确实有几家开门的,有炸鸡和快餐店。 周富带他进了一家装修简单的面店,是一对中年夫妻经营的。 看见周富,老板意外了下,熟忍地笑了下。 你们学校这周不是放假吗? 怎么这个点来了? 还带了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叔叔阿姨好。 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啊,想吃什么?阿姨请你。 鲁贵心看向周富。 周富进了这里,周身冷冽的气场, 都缓和了不少。 牛肉面,你大一笑。 好嘞。 哎,你和我一起。 别打扰小年轻培养感情哦。 学长,你和老板很熟呀。 嗯。 周富倒了两杯水,陆贵心想起来,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又问, 经常来这边吃饭吗? 嗯。 陆贵心双手拖着脸,往厨房里面看了眼。 那老板做的面条一定很好吃。 嗯。 还真是沉默寡言。 陆贵心目光专注地望着他,笑眯眯的。 那我能和老板学一下吗? 以后我也给你做呀。 周富抬眸,不偏不倚地对上他黑色的眼眸。 几秒后,他轻轻扯唇,分不清是嘲弄还是笑。 这时候,老板娘拿了两瓶果汁出来,放在他们面前,热情地。 小姑娘想学随时来。 谢谢阿姨。 不过呀,还是让周富来学,给你做。 小姑娘手这么好看,做饭烫到了会有人心疼的。 还是我来学吧,他烫伤了,我也会心疼的。 这么乖的小姑娘,你从哪拐了的呀? 周富没说话,老板娘眉开眼笑,放下果汁,就回了厨房。 陆贵心身子稍微前倾,凑近他,眼里是笑和他的影子。 我给你做。 周富看着他的小动作,垂眸,感受到自己心脏鲜活地跳动着,五字低笑了一声。 以后每天晚上第二节晚自习,自己找个没人的教室。 第二节晚自习,是助校生的晚自习,走读生并不强制上。 所以第二节晚自习,各年纪部的教学楼里,人都会少进半。 好弟,我知道了。 没一会儿,老板端上来两碗牛肉面。 一日上午,陆贵心在旁边做化学卷子,周富带着电脑,似乎在运行测试着什么信仰。 复杂的图案模型,手边一堆的演算草稿。 陆贵心瞥了一眼,是物理相关的。 这个研究,吉静周那边的科研团队也在进行。 周富发现陆贵心在看他,低声问。 哪个替不回? 没有,你忙你的事不用管我,我都攒几道题在问你。 周富愣了下,看了他一眼。 女生乖乖在做题,和他隔开了一点距离,像是怕打扰到他。 不得不说,陆贵心乖的时候,是真的挺乖的。 下午学生都要返校,田荣约我打球,你自己会寝室睡觉。 周富一边敲着键盘一边说。 陆贵心抬头,咬了咬唇,看着他,轻声问。 我可以去操场看吗? 你下午不睡觉,晚上有精力学习。 陆贵心下巴压在桌上,歪头看见他的眼底,竖起一根细白的手指,转着声音。 我看一小会儿,就回去睡觉。 周富把算好的数据给对方发过去。 田荣约了下午四点后,你先回去睡觉。 你答应了,那你打电话,叫我起床。 陆贵心手指捏着一颗奶糖,递给他,甜软的笑。 谢谢未来男朋友,下午我去给你加油。 周富面无表情,敲键盘的速度慢了些。 陆贵心。 脑子正常点。 中午十二点过后,学校的人影渐渐多了起来。 安静的宿舍也响起学生们抱怨周末过得太快的声音。 陆贵心睡到三点半,起床洗了个脸,不紧不慢地收拾东西。 还没等到周富的电话,请示门被敲响。 陆贵心拉开门,就听到田路激动的喊叫声。 前辈,刚二不能晕了我哥和夫人他们打篮球。 好,一起去看。 这种篮球比赛,也只有全校两个月一次的大周末各年机部才约得起来。 平时高三部课程很紧,平均两周才放半天假。 走廊里,不断有女生挽着手经过田路身后,全都面色激动,讨论着一会儿的篮球赛。 前辈,去不去忙,去的话快点收拾,再晚就站不到前面的位置了。 去,我收拾下书包,一会儿直接去上晚自习。 好,那我也去收拾一下。 田路声下话,就往自己的寝室跑。 陆贵心握着手机,给周富发消息。 学长,我醒了,你不用叫我起床了。 嗯。 周富回得挺快,陆贵心眉梢挑了下。 两人匆匆忙忙收拾好东西,跑到操场这边,就看到满操场都是各级部的校服身影,混在一起。 田荣也往陆贵心这边看过来,然后把夹在腰间的篮球交给周富,挤开人群走过来。 你怎么来操场了,看你搁我打球? 谁看你啊,我是来看附神的。 唉,亏着我还想来接你,让你站在最前面。 终究是你给我错付了。 行吧,我回去了。 唉,别别别别别。 田露立马变脸,拉住他,讨好的笑。 我是来看哥你打篮球的,顺便看看附神。 去。 三人往篮球场那边走,田荣问。 你们两个貌似从来不看我们打篮球的,今天怎么来了? 一见陆贵心对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我就陪着他们玩别的。 现在呢,和你们认识了,反正也没事干,我就来看看。 不看你们打篮球,还有其他节目呢。 学妹,你有没有什么特长啊? 没有特长,只是会一点,跳舞,弹琴这些。 那今年元旦晚会的时候,学妹一定要报个节目,想看你跳舞。 几人随意地聊着天,就走到了篮球场这边。 田荣把他们两个带到最前面,拱手朝其他男生女生的。 各位给我个面子,让我妹插个队,她难得赏脸来看他哥我打球,谢谢大家。 原本其他人肯定不喜欢被插位置。 田荣这么说,反而把所有人都逗笑了,都没介意这件事。 旁边有女生看了一眼陆贵心,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说。 她就是陆贵心啊。 哦,真的好漂亮啊。 这么漂亮,你钱怎么还那么低调。 我要长这么一张礼,我天天在学校里到处转,给大家欣赏。 我还要去追父神,平温为什么,连给的自信。 呵呵呵,你要吓死我呀。 田露嘴角抽了抽,她好像突然理解陆贵心为什么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了。 陆贵心成绩不好,性格也很平庸,温温吞吞的。 可即便如此,她的那张脸也是所有人无法忽视的漂亮。 她往那一站,轻而易举,就能惊艳到所有人的目光,让大家一步开眼。 田露是真好奇陆贵心的父母,得有多好看,才能生出陆贵心这张脸。 只是很可惜,第一次月考之后的家长会,陆贵心父母没参加。 很多人第一次见陆贵心,多议论了几句。 不过没多久,大家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即将开始的篮球比赛上。 耳边是男女混合的尖叫声 所有人在操场上兴奋得肆无忌惮 陆归星站在最前面第一排 望着一身红色球服的周富 在他看过来的时候朝他笑了笑 无声四个字 学长加油 周富脸上没什么表情 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在陆归星这个方向的女生 看见周富往这边看 又开始兴奋的尖叫 陆归星被吵得抬手掏了掏耳朵 继续朝周富笑 男生似乎被他感染 唇角一闪而逝的笑意 高二高三闲暇时的友谊比赛 大家虽然打得激烈 但都点到为止 不过想赢的心都丝毫不掩饰 毕竟赢了周富 高二步的学生觉得自己可以吹一辈子 陆归星的目光始终在周富身上 看着他身影灵敏迅速的运球 看着他传球 传过对方的层层防线 对方的球员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 整个操场全是大喊赴神加油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周富撤到三分线的位置 接住田荣抛过来的球 这一瞬间周围一切都像是静止般安静 所有人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盯着周富手里的球 看着他原地起跳 净瘦结实的手臂抬高 手腕一翻 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不偏不倚 又无声无息地落入篮筐 篮球砸在地上 弹起 瞬间 整个操场爆发出冲天的尖叫声 女生们一脸花痴 喊得面红耳赤 田路抓着陆归欣的胳膊拼命地晃 姐妹 富神杀我 他怎么可以这么帅呢 富神多多来操场营业吧 求求了 一想到毕业了就见不到富神了 我好难过呀 能不能去娱乐圈发展啊 我想天天看他 睡不到富神的人生 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男生大喊 富神 弯掉弯掉 陆归欣无言 他望着周父一边朝前走 一边撩起球服下摆 擦了擦脸上的汗 露出壁垒分明的结石腰腹 又是一阵狂热的尖叫声 陆归欣眯了眯眼睛 心里嘖了声 果然是魅惑众生的男妖精 三分球只是开始 陆归欣看着周父随意一跳 生生把高二部投过来的球 单手拦在篮筐口 下一瞬 他身形猛动 弯着腰 篮球在他手下前后左右不停地拍着 一会儿左拐 一会儿右拐 视如破竹般冲过了高二部两层防线 快到对方篮下时 他高高跃起 侧边单手空接三百六十度大回环 篮球被重重地扣进篮筐 这一个操作 整个操场直接炸了 男生的咆哮声几乎压过女生的尖叫声 卧槽 父神打了这么多比赛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扣篮 疯神了疯神了 没想到疯神既然不是正式比赛 而是随便打的娱乐赛 卧槽 父神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啊 周父扣篮下来和田戎击掌 修成的手指往后捋了捋汗湿的黑饭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帅得全场尖叫 陆归欣一身蓝色校服 齐尖短发 歪着脑袋看他 漂亮的眉梢眼角全是笑意 唇角弯着 在他看过来时 又是缓慢无声地吐出两个字 好帅 周父看清了 整个操场都充斥着男男女女 兴奋地咆哮尖叫声 他们之间无声地交流 成了彼此之间的小秘密 比赛进行了多少分钟 现场的尖叫声就持续了多久 属于大周末的校园狂欢 最后一节比赛 陆归欣拉了拉田路的胳膊 小声在他耳边问 我们要不要去给他们买水 上次你哥他们 还请我们吃粮食了 姐妹 还是你想得周到 请吃东西这种事啊 就是你来我往的 两人从人群里挤出去 跑去便利店买了十几瓶矿泉水 一人拎着一边袋子 快步回来 比赛正好结束 高三部意料之中的碾压性胜利 高二部哀嚎叹息着和周父他们击掌 田路高高抬起手 大喊一声 哥 给你们买了水 陆归欣和田路两个人小跑过去的时候 就看见夏成停停地站在周父面前 笑着递过去一瓶水 周父 恭喜 给你 田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夏成 尤其是夏成和苏泽越关系好 谁知道苏泽越干的那些事 夏成知不知道 有没有在后面推波助澜 现在看见夏成给周父递水 眼底滑过不爽 他故意大声对陆归欣说 姐妹 给夫人拿瓶水吗 好 陆归欣点头 弯腰从袋子里拿出一瓶水 双手递给周父 周围所有的学生都直勾勾地围观着这一幕 眼里全是八卦 一个是笑话 绯闻对象 一个是高三部才貌双全的论坛CP 不远处 似乎有人用相机对准了这一边 想拍下这三角站位的一幕 周父在闪光灯闪起的瞬间 身子往旁边挪了半步 不动声色地挡在陆归欣前面 隔开镜头 他伸手接过陆归欣的水 声音冷淡地对夏成道 谢谢 有了 夏成脸色微白 握着水瓶的手紧了紧 他勉强扯了下嘴角 姿态仍是落落大方 不卑不亢 不客气 旁边一群人在议论 哇 夫人这是啥意思啊 他选了陆归欣 你可别瞎说了 这水是田路给田柔买的 顺便给所有人都买了 什么副神选陆归欣啊 副神还是那个副神 谁也没选 只是和其他人一样 喝了田柔他妹买的水 撇开学习 陆归欣那张脸和副神真的很配呀 眼狗表示磕道了 夏成转身朝天走 身后全是说陆归欣和周富站在一起很配的声音 他拿出手机点开相册 看着陆归欣和谭映的照片 手指死死的钻紧 眼底复杂的情绪挣扎着 田柔给田路转了五百 水钱 剩下的请你和学妹吃饭 你们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回去洗个澡 你们先去吃 行啊 学长 晚上我在没人的空教室等你啊 他微不可闻的应了声 长腿继续朝前走 周天晚上 助校生还是要继续上晚自习 陆归欣和田路吃完晚饭 就回了教室 第一节晚自习一下 陆归欣就开始把物理的所有资料 全部整理出来 田路奇怪的看着他 姐妹 你干嘛 教室人都太吵了 我找个安静的自习室学习 田路听到这话就更奇怪了 第二节晚自习 陆归欣几乎都是睡过去的 现在竟然说要学习 我先走了 高三一版 周富看了眼手机上发来的教室位置 起身踢开椅子 拎过黑色背包 富哥 你干嘛去啊 有事 下城闻声 目光转过去 只看到周富走出后门的背影 周一晚上 第一节晚自习一下 田路又过来 拿着手机坐在周富旁边 富哥 还有希望我买了个新皮肤 有事 周二晚上 第一节晚自习后 夏城从书包里拿出下个月比赛的资料 想找周富商讨一些问题 一转头 就看到周富又离开了教室 一整节晚自习都没回来 一连一周多都是这样 夏城瞥了眼周富的空座位 问周富前面的男生 周富最近第二节晚自习 怎么都不在 不知道 可能有事吧 学校对富哥一向不怎么管说 晚自习不上给老师说一声就行了 夏城心不在焉的点头 垂眸思索着什么 这一天 第二节晚自习 田荣接了杯水 坐在最后一排周富的空位置上 问前面的兄弟 富哥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早上不和咱们一起来教室 自己去买饭 晚上也不和咱们一起回宿舍 以前他最忙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呀 对呀 我和富哥都认识快六年了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富哥不会是 谈恋爱了吧 哦 我也怀疑了 一个早上下来随便吃的人 突然开始注重早餐质量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为了给别人买 声音传到夏城耳中 他手里的笔停了下来 田荣一脸负载 不会吧 他除了早上去买早饭 晚上第二节晚自习不在 也没别的地方异常了 其他的时候都和我们在一起啊 突然买早饭 第二节晚自习不在 哪个当令出来都确实没有异常 但放在一起就很异常了 这有什么异常呢 富哥就不能突然开始爱惜自己身体 好好吃饭 或者最近时代太累 早早回去休息啊 反正学校不限制他这些 你说的富哥晚自习 好像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一样 他晚自习几乎都睡过去的 哎呀没错没错 他提前走 肯定不是因为想休息 这 行啊 就算是他谈对象了 放眼整个学校 谁陪让我们父神带早餐啊 一群男生陷入沉思 明成中学的学生已经够优秀了 学习好的像夏成 漂亮到稀缺的像陆归心 夏成和周富论坛上有人磕CP 实则两人根本没什么 话都说不上几句 陆归心 高一部 面都见不了几次 没怎么接触过 而且周富亲自论坛辟谣 两个人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周富这样女生悟尽的气场 当初对陆归心这个笑话都不屑一顾 正眼不瞧的大佬 能看得上谁呀 一群人想了半天 把学校里稍微有点名气的女生 全都拉出来推测了一遍 最后全部推翻 不可能 父神绝对不可能谈恋爱 我觉得 富哥可能就是有其他事情在忙 带早餐可能是他开始养生了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再离谱也是真相 真相就是 他们的富哥这么年轻就开始养生了 几个男生聊了十多分钟 夏成就听了十多分钟 他咬了咬唇 直觉告诉他 周富和陆归心在一起 夏成拿出手机找到联系人分组 高一部学生会的一个女生 酒班的 叫佐燃 两个人从来没聊过天 学妹 你们帮陆归心这会儿在吗 你帮我问问他 元旦晚会 要不要出节目 佐燃收到夏成的消息 意外的惊喜 见识问陆归心 兜头一盆凉水 他忍着讨厌回复道 学姐 他不在 等他回来 我帮你问他 夏成看见佐燃的消息 心一下子沉到谷底 继续打字 这样吧 我明天第二节晚自习 去找他 如果他要出节目 正好可以当面聊 学姐 你找他的话 最好第一节晚自习前来 他最近第二节晚自习 一直不在教室 夏成看着这条消息 猛地攥紧手机 死死瞪着屏幕 果然 陆归心第二节晚自习 也不在教室 夏成现在可以确定 周复每天第二节晚自习 都是和陆归心在一起 他脸色难看得厉害 一直被他压制着的嫉恨 充斥满他的胸口 夏成点开手机相册 看着陆归心和谭映的照片 猛地一片猙獰疯狂 空自习室 只有周复和陆归心两个人 讲完物理卷子 周复手腕支着脸 看着陆归心 这周末第三次月考 考不到年几千三百 补习到此为止 为什么 脑子没救了 直接躺平 啊 我不要 可是三百难度好大 我平时总成绩排名一千多呢 能不能八百 不行 七百 七百可以吗 学长求求你了 别为难我这个小可爱 不行 那五百 真的极限了学长 三百 那五考到前三百 有奖励吗 你想要什么奖励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不违反校规校计的都可以 陆归心眼里的光 瞬间暗淡下来 垂下脑袋 不说话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都可以 说话算数吗 嗯 陆归心抿唇笑 抽出一张A四空白纸 背对着周复写着什么 女生头发扎在脖子后面 短短的一截 露出紧后 慈白细腻的肌肤 周复盯着看了几秒 克制式的移开视线 陆归心写好 把纸张折成竖条 打了个平整的五边形结 压了压边角 笑着递给周复 这就是我的要求 等我成绩出来考到前三百 学长你再打开看 给我奖励 学长我先走了 陆归心笑眯眯的抱着自己的物理课本 和所有习题资料出了教室 周复望着他的背影 直到教室门合上 他才收回目光 黑毛低垂着 看着手里的纸 几秒后 他修长的手指微动 不怎么客气的拆开 白纸上面是三行字 字迹清秀圆润 挺可爱的 向周复许愿 但我梦想成真 鲁归心 周复眉眼挑了下 他让他提要求 意再不用他还钱 没想到 乖乖女野心挺大 主意真打到他身上了 一日 周五 三节课上下来 田鲁和鲁归心两人 齐刷刷的泪摊趴在桌上 那些去争过得太快了 明天就第三次月考了 我最近一直在熬夜复习 好累啊 我也是 鲁归心昨晚还帮人测试了个系统 三点多才睡 困 两个人快要睡着的时候 教室里突然响起一阵议论声 声音越来越大 田鲁奇怪的问 你们在看什么 他说着 看了一圈教室 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在焦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鲁归心和弹映酒店开房的照片都尿上微博了 现在热搜第十二热度上得好快啊 田鲁面色骤变 满脑子的困意瞬间清醒 一把夺过手机 看着热搜词条内的热门微博 一个国外的小号 谭老从事教育职业 一辈子清清白白 逃逆满天下 没想到后背一点都不珍惜他的千月 竟然和高一的女生去酒店开房 这个女生也是够不要脸的 才高一就这么会勾引人 末尾附带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陆归心和谭映下午六点进酒店的照片 一张是两人晚上十一点多抽酒店的照片 在酒店里待了五个多小时 底下的评论几乎不堪入目 卧槽 高一吗 家长怎么教的 这么不思爱 这谭老晚节不保 家族内出众一个白雷 名声全毁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谭映的错 听说他在实验中学成绩非常好 高一到高三 一直都是年纪第一 花心了点 但是除了亲戚搂搂抱抱 没跟女生干过出国的事 我坐着 我和谭映出过两周 她挺规矩的 只要形容她就是个温柔渣男 那这不明摆着呢 这个高一的女生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 怎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出来 也不能做什么要剪 这女生怎么这么不要脸 她在这种书香门第 最看住轻衣 就以为她全毁了 名城中学是怎么把这种人招进去的 来了 查到了 这个女生叫陆归西 高一部的 名城中学论坛票选出来的小花 之前学校论坛上 有人曝光过这个女生 说她私生活不检点 乱搞男女关系 但现在 那些帖子全部删掉了 估计 这学校压下去了 卧槽 这么牛逼啊 这种害群之马 学校不开除她 竟然还把消息压下去了 是啊 更离谱的是 学校把那个在校园论坛里 发曝光体字的女生退学了 据说那个女生学习特别好 高三部年纪前五十呢 这个陆归西后台得多硬啊 在名城中学一手遮天 乱搞男女关系 睡出来的后台嘛 何不就是睡出来的后台 谈家背景深厚 一学校开出一个好学生 动动手指的事 看图 谈家重要成员的关系网 这谈家也太牛逼了 政商两届全面开花 在整个名城都呼风唤雨 这也太恶心了 操 管管这些好学校的老鼠屎吧 艾特教育部 名城中学怎么还不回应 愿有丑闻发酵 艾特名城中学 田路看着这些微博和评论 拿着苏泽月的事 颠倒黑白 大做文章 他脑子里的血气上涌 气得手指都在发抖 甚至忘了把手机还给女生 姐妹 别睡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你自己看吗 陆归心接过来 就看到热门微博上曝光的照片 瞳孔狠狠一缩 谋底迸射出骇人的杀气 他手指快速的往下滑 骂他不要脸 不知简点的 骂谭老爷子交说育人 结果交不好自家后备的 整个谭家都被牵扯进来 热搜已经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 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首发爆料的微博在前几秒已经删了 账号也注销了 陆归心盯着屏幕 漆黑的铜人阴冷彻骨 裹挟着毁灭式的暴力 陆归心 自己不检点也算了 还要拖累别人 还老被你害死了 亏我之前还相信论坛让苏泽月说的是谣言呢 故意接近赋神 还和谭彦去酒店开房 要不要脸 田路你赶紧离他远点 谁知道他每天白天在教室睡觉 晚上做什么恶心事去了 你闭嘴 怪你屁事 自己脑子里不干净 看谁都不干净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 现在怎么办 那些网友 他们已经全去学校观播下面闹了 上次只是在学校范围内的小打小闹 这一次是全网 如今网络的发达程度 一件小事都会被无限放大 更何况说的这么严重的事情 明成中学 盘家 陆归心 无一幸免 全都在被口诛笔伐 陆归心眼皮掀了掀 看向田路 陆归心从包里取了另外一部手机 让开 田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他 整个人都吓呆了 下意识地侧过身 学校里消息传得快 教室外的走廊里 站满了男男女女 几人成群 拿着手机在一路 看到陆归心出来的一瞬间 目光全转向他 眼神闲雾 不信 激潮 等着看好戏的 都有 陆归心没走两步 都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京城来的 他接通电话 声音没了以前的温和乖巧 喉咙里都压着狠力 爸爸 我自己会解决 您和妈妈看着就行 自己搬漂亮点 别给你妈丢人 陆归心刚挂断陆成舟的电话 韩应又打了进来 我去为博上说一声啊 那天是我曾祖父过寿 再跟几家媒体打上招呼 很快就平息了 平息 我看着很大度吗 我总得看看 我一个刚到这学校没几个月的新生 没招谁惹谁 是谁这么针对我 谭应是谭家内定的继承人 被寄予厚望 自然不简单 年纪轻轻 心思深沉内敛 不显山不露水 一副游戏人间的浪荡样 眼下发现陆归心的不同 他短暂的正论过后 反应过来 低笑 行 那哥就不查什么 他早该想到的 京城陆家的小公主 哪怕是智商没那么高 可从小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耳濡目染 怎么会是个简单的 谭应想到京城那两位爷的行驶风格 狠自出名 还有在吉尽州那几位 天天护着小公主 生怕他受委屈的大佬 策划今天这场网报的傻逼 要是知道自己惹了谁 哭都没地哭 挂断电话 长腿朝前走 两只手重新组装着另一部手机 静止进了厕所 高三部 所有的学生群以及班里 全部都在议论陆归心和谭应 酒店开房的热搜 前段时间在操场上 大部分高三部的人 都见过了陆归心的那张脸 可以确定 照片里的和谭应去酒店的人 就是陆归心 有图有真相 一般教室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是谁之前说苏泽越造谣的 说陆归心不会做出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事 和谭应去酒店开房 五个多小时才出来 这就是你们说的干干净净的笑话 苏泽越就是被你们逼走的 周父 父神 一个女生看向坐在最后一排的周父 你还要替陆归心出头吗 苏泽越 只是把他做的那些恶心事都说出来了而已 却被逼得退学 之前还奇怪 学校怎么会做出把苏泽越退学这种决定 原来是陆归心靠上了谭应 不可惜吗 一边和谭应老老包包的去酒店开房 一边故意接近周父他们 天荣握着手机 牟底凝重的看了眼最后一排门口的位置 周父侧身靠墙坐着 长腿不羁的敞着 低着头再看手机 没什么反应 手机屏幕停留在陆归心和谭应 十一点多从酒店出来的照片上 另一只手上 捏着陆归心昨晚折起来给他的纸条 平整的五边形在修成的纸巾 一下一下地转动着 下城看着手机群里对陆归心的骂声 听着班里同学的骂声 唇角一闪而逝的笑语 微博上 把谭家内部直系 行系所有人的资料都扒了出来 舆论声音越来越大 要求相关部门调查谭家 谭应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谭家自身难保 陆归心给学校造成这么严重的负面影响 没有谭家护占 学校一定会处理他 就是很可惜 他花了那么多的钱 没查到陆归心的资料 网上也没人能人肉出他的家庭 转头望向周富 男生和往常一样 脸上没什么表情 冷漠疏离 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恰成摸不准他的心思 抿了抿唇 周富 你 上课预备铃响起 富哥 你干嘛去 上课了 厕所 周富扔下两个字 出了后门 踢开厕所门 周富咔咔掰着手机重组 变成了小电脑的模样 他倚着洗手台 手指快速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键盘小 也丝毫没影响他的速度 微博上最初的首发微博 已经被原作者删掉了 账号也已注销 可是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 现在爆料者是谁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恢复微博对周富来说轻而易举 IP地址显示国外的一家网吧 黑了网吧监控 视频里 爆料者戴着鸭舌帽口罩 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 周富物字低声一笑 挺会玩 找国外的人爆料 他拨出去一通电话 嗓音低哑 透着一抹狠 找个人 资料发你 鲁龟心道高三步 已经是五分钟后 他出了电梯 就对上从厕所里出来的周富 四目相对 两人都站在原地 谁也没动 女生周身气场 全然没了以往的温和 冷力张狂 阴沉寒厉 看见周富 鲁龟心眼皮低了低 眼去眼里的冷色 沉默了几秒 再抬眸 那张干净白皙的脸 又变得温和柔软 学长 我和谭音没什么 他帮我当妹妹 那天去酒店 不是孤男寡女 也不是开房 是因为谭家爷爷过瘦 他带我去 我们什么关系 你来高三步 给我解释这些 陆龟心听着他的语气 黑眸沉寂下来 高富双手插兜 声音听不出一丝情绪 没必要 没必要 陆龟心面色一寸寸变了 盯着周富的脸 他第一次向别人 这么认真解释一件事 他告诉他 没必要 周富冰冷冷的态度 让陆龟心瞬间清醒 以至于 他开始审视自己 这一个月的所作所为 他对他 一直都是冷漠疏离 从头到尾 他们之间 所有的近距离接触 都是他主动的 到这一秒 他对他连多余的表情 一句简简单单的 关心都没有 陆龟心并不怎么 在意他的关心 可是他的不闻不问 却向他证明了 这一个月来 他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作用 他在浪费时间 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改变 他自以为是的 有趣的高难度挑战 几乎觉得快要成功了 只差他这次考试 考进前三百名 让他答应他的要求 而摆在他面前的结果 显而易见 不是忽冷忽热 也不是若即若离 是他一直在陪他玩 他心情好了 就对他热一点 他心情不好了 就对他冷一点 他以为 他在两人之间游刃有余 他才是掌握主动权的 那个人 可到最后才发现 主动权在他 他就像个置身室外的观众 漫不经心的笑看着他表演 他心情好了 给他一次回应 他就像个傻逼似的 沾沾自喜 他从小要什么有什么 无一例外 也从来不觉得周富会是那个例外 可事实确实 这块冰冷的石头 他没那个本事武色 挺没意思的 他的主动既然给得出去 也就能收得回来 周富见他神色不对 正要说什么 陆归心低笑一声 自嘲的扯了扯嘴角 点点头 行 那我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陆归心抬起手 看开掌心 都喜欢我 什么 昨晚 我写给你的要求 给我 周富没有拿出来 只问 你要干什么 我再说最后一遍 玩给我 陆归心眉目间的寒气 像是要溢出来 周富望着他眼底的不耐烦 唇角抿了抿 从校服口袋中拿出那张打成结的纸 递给他 既然随身带着 可惜我不想要了 此刻一个没有回应的人也没必要 他的骄傲该捡起来了 陆归心漆黑的毛子盯着他的眼睛 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周富 游戏结束 他当着他的面直接撕了两人的约定 扔进厕所门口的垃圾桶 周富看着他的动作 孔孔骤然一缩 一贯平静冷漠的毛笔 第一次闪过荒蜂 陆归心说完 转身大步朝高三一班走过去 背影轻瘦又高 吐着毫不遮掩的狠力 周富手指拳了拳 想跟过去 最终大步走到垃圾桶旁边 他视线在垃圾桶里寻找了一圈 没找到 纸张似乎沿着垃圾缝隙掉到了下面 周富眉心紧拧着 唇脚敏直 双手直接伸进垃圾桶 在一堆垃圾里翻着 陆归心还没走到一班门口 就听到班主任的声音 从教室里传出来 陆归心和谭映的事都别再议论了 学校和相关部门自然会查明真相 有必要告诉你们学校会贴通知 现在开始上课 话音刚落 只听砰的一声 归合的教室门被一脚踢开 金属门撞在墙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一般班主任被吓了一跳 一转头 就看到陆归心那张惹眼到了极点的里 女生站在教室门口 没戴眼镜 那双眼形漂亮的毛子 异常的清晰 红人黑的诡异 微弯的唇角自带笑意 老师好 我找夏成 陆归心声音温和轻软 却莫名其妙听得让人后背发寒 上次处理苏泽月的事 班主任在场 早就知道陆归心的身份 第一次这样和陆归心面对面 只看他一眼 腿就控制不住的发软 整个人吓傻似的站在原地 动态不得 班里其他人也直直的望着陆归心 眼神各异 出了这种事 他怎么还有心情跑到高三步来 老师 我找夏成 陆归心放缓语速又说了一遍 唇角的笑意半分未解 夏成 你出去一趟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陆归心身上 没听出班主任的异常 夏成不知道陆归心为什么来找他 可是想到自己做过的事 心底就虚得厉害 难道他知道了 不可能的 我为了把自己之身事外 花了一大笔钱 找到国外的账号 还是陌生人 让那个人再往发 放完就离开那个国家 我计划的这么重要 陆归心绝对不可能知道 想到这儿 夏成微微提起的心放了回去 起身出了教室 夏成缓步走到他身后 站定 你找我什么事 陆归心转过头 女生比夏成高了半个头 居高临下的低腻着他 唇角四笑飞笑 眼底深冷 晦暗不明 这样的眼神 盯着一个人看的时候 犀利的直穿人心 几乎让人喘不过气 夏成有些厌恶他这样压自己一头的姿态 再开口 语气不难 你找我 陆归心反手一耳光 狠狠地抽过去 重重的响声在整个楼道里炸开 传到整层楼的教室 所有班级靠窗的同学 在这一瞬间全部站起来 趴在窗口 就看到外面走廊 夏成狼狈地趴在地上 鼻子 嘴巴里的血流了满脸 窗口的学生全都瞪大眼睛 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这时打得有多重 手镜得多大 直接一耳光抽趴下 教室里头上课的老师 全部被惊动 好了出来 站在各自教室门口 瞠目结舌 一般班主任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扔下粉笔大不出来 他惊慌失措地望着这一幕 张了张嘴 就那么一瞬间发不出声音 夏成被这一耳光抽得眼前发晕 脑子嗡嗡作响 半天爬不起来 鼻子里流出的血滴在地上 班主任看清楚夏成的脸 吓得倒抽一口冷气 陆归行半蹲下 一手支着腿 一手牵着夏成的额骨 硬生生地把他从地上拖起来 或使他仰起头看着自己 老师 老师救我 班主任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 嘴唇颤抖 胆战心惊地出声 陆归行 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夏成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 陆归行冷立地眼尾刷地扫过来 班主任呼吸猛地一掷 孔孔惊惊地放弹 瞬间一声也发不出 整层楼一片死寂 疼吧 夏成心肺俱力 双手抓着陆归行的手腕挣扎 怕得眼底剧烈地颤抖 围观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陆归行仍在笑 眼底冰寒一片 知道我有多生气了吗 你这个疯子 神奇病 夏成喉咙里发出痛苦的乌叶声 声音含糊不清 死死地瞪着他 这一耳光 是你跟踪谭家的车 拍我和谭影的照片的代价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 不是我 你有什么证则 又是狠狠的一耳光抽在夏成另一边脸上 夏成尖叫一声 一摊烂泥似的侧躺在地上 血流过脸颊 后半嗓动都动不了 这一幕看得所有人控制不住的一个哆嗦 晃而生畏 两个耳光把人打成这样 陆归行胳膊撑在腿上 手腕自然地垂着 这一耳光 是你玷污谭家名声的利息 你不该牵扯到其他人的